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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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回来 这段影片有个女孩20岁 店铺购买一条牛仔虎 $130 断正了 焦点就是secure 放手 放手 那些人说他怯狗 我觉得 他都挺怯狗的 因为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看完整个过程 他知不知 但是 他可能有直接反映 看到几个女人 按着个年轻女 于是乎就这样说 我真是好意点 不要去揣测他 因为你说如果他们是用暴力 就看是有没有很过分 如果有狂中他 那些法律 你们自己上网可以看 任何市民你见到有罪案发生 而你觉得那件罪案都有些东西 但是很容易达到 譬如说是可以判监到12个月 你可以去用合理力量 你当然不能够 别人偷一疼疼 你俩没有 你俩拿两百万人斩够他 斩死他 然后拉够他 那当然不行 其实你是可以制服他的 所谓的 行使你的拘捕权 所以这几个女人是没有问题的 好了 但是很奇怪 这个女孩子咬人 咬人也不帮好人 我先不要说高买 被人制服 按住的时候 可能是自然反映 但是问题就是 21岁去偷牛仔虎 他有几种情况 第一 贪构心 不要看到他说话 好像思思文文 或者是惯匪 第二 就是很惨 很穷 他真的很穷 可能真的需要牛仔虎 我会不会这样 如果以前我觉得 就不会 现在我真的很难说 现在香港的环境 对吧 你说那几个 你想想 如果真的有什么 不会的 我跟他说一声 他连这样也说得出口 你其实在那时候 我已经是转身就奔跑了 还跟你说这么多 做人是去硬钩开你一夜 硬钩开你 让你追我 都要追到两步 对吧 好了 他竟然是这样说的 而不是说 我最多给你钱 很多时候 其实这些店铺 你给你钱 他无谓烦 难道是报警吗 就算能够了 当然 你又不能够 我觉得太厉害了 有些人就 没有白心 如果我们看那些 咸戏 你知不知道 那些鬼佬最流行的 就是店铺盗窃 接着 就捉那些女儿进去 尬你了 是吧 对吧 那些私人 Do you know what you did? I did nothing 接着 OK come on 你去security room 然后给那个 OK let me show you something 就拍着那些女儿 好几乎你 好几乎你 于是乎 那个女儿就是什么 那怎么办 叫你了 啊 那一只 真的 好几乎你了 有一段时间 我好几乎去看的 特别是 他有一期找些包头 那些阿拉伯那些 你知好几乎保守 说他高买 店铺高买 那便不吵了 那 这一个 他竟然又不是走 又不是成 又不是说给他钱 然后最后 搞这么久 老实说 一般来说 你真的 不要太大咬 百三 有些是两条 那便算了 或者你再给三百元 但其实没有要这么说 分分钟 这个下是犯法的 但是 你了 你了 现在的人这么粗 很难想得 你了 你了 我还不搞正你 那当然 这个我良善愿望 又觉得是斯斯文文 亦都可能是贯匪 这个实际就是恶够一点的了 这个实际 好了 真是奇迹来的 我觉得这段新闻 奇迹 保莲子的气狗 小妹们找回 竟然找回 29天 经历过 又打风 大妹 安在 去到哪裏 我不特别说这段新闻 只不过是 發起联署去大鱼山 是洞保团体之一的香港野猪 都关注了 代表 我说 紫方至今 未有正事事件 和向公眾自协 亦都担忧 小妹 在保莲子日后的生活環境 希望 紫方树立 榜養善待動物 老实说 我呢 你有没有正事事件 或者向公眾自协 我一点都不关心 我只是想知道 那两个厨师被捕 今天我看这段新闻 都还没交代 那叫那两个厨师 说 喂 那个阿姐 是不是阿姐 如何处理 现在 从来没有被抓 没有被抓到 真的完全没事 你两个脂肪有没有炒 又没有交代 但是 你说 其实这个是不是小妹 如果是小妹 那大妹 又去哪些 通常少计定都在一起的 嗯 嗯 真是好想拒头 那我们要快点说这些新闻 因为我有网友来雄 但是我们在说网友来雄之前 我们就先说这一宗新闻 说这宗新闻之前 我就麻烦你 啊 网友 请你现在和我太太 和我太太 叫她拿一把针尺进来 或者我 或者我写一把拉尺 拉尺 在我桌面 有把拉尺 为什么我用把拉尺呢 这个就是用拉尺来 就是显示的 这篇文章就叫做 调查 都买了很久 我不是经常说的 叫做大钩糕 嗯 就是Eject 叫做荷蘭 出的 那大钩糕呢 其实一个療程是四支 荷蘭 是 一个療程是四支的 一支 一支好像是二百多三百元的 但是四支呢 八八八十八就很便宜的 全港最便宜的 就是222元一支 大钩糕呢 我一开始都觉得 那一支咸咸咸炒的大钩 我当然不相信 后来我研究过 它 就是 我看了那些 direction 如何用 还有道理 原理 含有的物料 它真的有作用 所以我们的大钩糕 到现在 仍然都挺好买的 而往往 买大钩糕的朋友 年纪未必小的 七十多岁都有 我问他 那么大陆 大一点也好一点 是啊 五四浪 大一点好一点 你七十多岁 那记住 大钩糕的朋友 冲完糧 记住 如果你要买大钩糕的 找热毛巾 热毛巾 是 敷你的枕 那你不吵 你当然不会热到 吵你的一百度 不吵你的枕 为什麽呢 让你的枕 那些毛巾 抗大 然后 吵你的女明 按针着春袋 你的手 你的手 大钩糕 热 但你不要顺便打飞机 动作和打飞机差不多 那你不要打飞机 不要射 热到它 好了 热到一会儿 你换手 按针着春袋 然后热下去 然后 让它滲进去 因为刚才毛巾开了 它不久而久之 你的枕会大钩糕 那麽神奇 用一枕就有效果 用四枕就应该是大成串 哇成串 好了 那大家真的上来买吧 我们的大钩糕都好 好吗 我有货的 看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 你真的猜不到 原来大部分美国女士 对于适中的串 是更加满意 是的 这是事实的 我的事实上呢 有很多女士呢 譬如说 哪个男孩好男孩大 咦 她们是宁愿 宁愿 就是我看这些小电影 她宁愿和那个好男孩的男孩 江交 都不宁愿和她性交 因为江交呢 如果我们普通女孩 梁家库女孩 顶不顶顶 但是如果 她们拍惯 即是职业女性 AV的 她江交呢 因为一条腸 长 她在我改造大 她真的这么大 你老闆 她摆得到 她真的 如果那么大 她宁愿江交 就不能够 c investment into the cancer 因为你可能会浅 嘛 会痛啊 所以一般女性 这个是迷思来的 其实是 换 他说 她们调查美国女士 色调的尺寸 她们最满意 大得来是痛的 好了 而女性最偏好 陰莖長度是14厘米 周長直徑是11.4厘米 14厘米是多大呢?各位網友 原來美國女人最喜歡的狗 黃色的狗就是春袋 黃色的狗就是春袋 其實呢 五吋半而已 我不是女性喜歡的尺碼 14厘米不止五吋半 多一點 五吋半多一點 你又未到六吋 六吋要十五點多 總之這個就是14厘米 好了 這個是適中的 周角的寬度是11.4厘米 現在這把就不是那麼好用 11.4厘米就不是寬度 直徑不是很粗 就是這樣 喂 我的尺碼 11.4厘米就這麼多 11.4厘米 快來一次 11.4厘米 你再這樣 哈哈 這把不是軟尺 難一點 不是很粗的 11.4厘米 不是很粗的 對 兩吋半首次 喂 我小時候尺碼 他叫做冰崩仔 冰崩仔 什麼意思 因為我溝頭和冰崩波 一兩兩 這麼奇怪 就是高遠 不是溝頭 OK 和我的削頭和冰崩仔 為什麼呢 小時候你們有沒有試過 冰崩波很容易 有時候不小心踩一粒 踩一粒 我們會知道 那些水浸下去 你浸完之後 它會漲回來 有一個狠的 有一次 我看著看著 這條 有條狠的 好像有狠狠的 我把狠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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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朋友 好像五六年級 我的朋友 哇 整個冰崩波 你有沒有冰崩過 桃花環 沒有療口位 當然有療口位 OK 好了 反而 藍士角度 他們認為最理想的 就是16.5 16.5 有多大呢 他們認為最理想的 藍士角度 10.5度 它都大 6吋多了 長的了 好了 那麼 闊到14厘米 都認為更長更好 OK 但是調查都是覺得 講過很多次 女人說 中間就OK了 好了 那麼現在呢 平均 我們講平均長度 全球男性 陰莖勃起的平均長度 是12.9至13.92 我就當它是13.5度 平均長度 我看我們 最緊要看自己 能否達到基本標準 原來全球平均就是這樣 女人喜歡那隻 我問我 你真慘 你真慘 不能怪我 我屌你兩毛氣 叫屌你兩毛氣 就是暫千刀 差不多 我不是大的 但是 比手掌小一點差不多 不止於是這樣的 OK 先說一下 好了 最壞呢 又好像 YouTube不行 如果不就是屌你拿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好 不要啊 Youtube 不行啊 現在呢 全球 最長陰莖排名 又是那些 亭坤當然 特別的那些 不要說 蘇丹 第一 17.95 其實都不是很大的 17.95 就是人家平均的 這樣 厲害 比亨特拜庭 17.95 好了 第二 第四 江果民主共和國 第三 不是一定非洲的 阿瓜多爾 南美洲都有的 第四 江果 第五 加納 第六 內及利亞 第七 委內瑞拉 有兩個南美洲 其實這兩個南美洲 阿瓜多爾和委內瑞拉 那些 都分分鐘可以是拉丁人 都是黑人來的 OK 好了 第九 黎巴嫩 咦 中東 第十 哥倫比亞 第九 第八 黎巴嫩 第九 哥倫比亞 第十 是黑龍 黑龍 16.65 這樣 好了 而陰莖平均尺寸 最短的國家 撥起來計 好 第一位 最短 9月下週 撥起 泰國 9.43 難怪當年我們去泰國 那些司機 一上車 是黑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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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不知道去說 我們的身形 是濤州 叫你了好沒有 扯的旗 這樣 真是難怪 是叫你了 那些逢女街雞 OK 好了 小鮮 9.6 都長一點 柬埔寨 9.84 尼泊爾 這些沒有那麼短 泰國是最短的 尼泊爾 9.98 緬甸 10.1 全部這些國家 都是這些 老窩 第六位 第七位 越南 第八位 斯里蘭加 趙計斯蘭加 在澳門場 你會選擇 你屬於地地麻利 那些 你屬於地地麻利 那些 韓國 不是招孫 真的是男韓 屬於你了好沒有 阿櫻 屬於你有沒有 車仁丘 屬於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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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屬於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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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屬於七個小藝人 屬於七個小藝人 還有一七疙瘩 雖然女性有講求是溝通和前戲 但是屌你了也有些自卑 現在你不扯睫就這樣做 山沙餅 有時候也會 有沒有游完水要做運動 受傷時也會 屌你了我有一次游完水 再加多一點游完水會永恥 我洗澡時 洗舟 算你這麼短 就要用來找找起舟 洗舟 便宿舟免滿 餵個生三餅 好了 韓國這樣 賓仔 10.85 北單11.12 新加坡12 證明我們的香港見 我們排位 倒數13 因蝕贏升級 短到贏 那你鬥短就輸給他 鬥財才贏 我們平均,11.19 各位網友 原來我們扯騎平均 都是這樣 11.19 各位網友 我給多個扯騎來看 我這樣說 如果我扯騎是這樣 我又是全家死絕 我扯騎你 當然是不想像 不是很大 不過公道地說 丁州 那個扯騎 大小 不要說身形 肥了當然是短了 都關乎你的性興奮度 有時候 半軟不硬 可能是這樣 那天不是說 你剛剛看完老小 滿腦子的鹹東西 小電影 滿腦子的鹹東西 然後突然間你女兒又好又新鮮 又穿了蝕蝕蝕 然後又和你含含 含含含含含七個字 你的興奮度夠的 你都會長大了 所以女方都有責任 總而言之 你真是不滿意的 上來買大狗公 原來 對於女性滿意度方面 尺寸不是最重要的 他們說 連前起都不是 溝通才是最重要的 communication 差不多三成幾四成的女士說 如果雙方沒有討論過喜好 或者滿意度 就代表他們非常不滿意 當時的性生活 這些真是多 這些女學能夠 或者很滿意 就免得討論 都可以的 所以 港男就算你長度不達標 如果跟女伴溝通足夠 都一樣加分 其實一般來說 我也是跟大家說 第一 你真的要鑑貓辯識 一個女生當天不是很累的 她想的 如果她很累 或她不想 不過你強行來 她要應付你 你怎麼可能會大家 真是如得嘴呢 她也想的 當然 又要她想又要你想 但男人要想就很容易 她想的 OK 第一 第二 很多時候老實說 一想的時候 潛氣造足 甜言蜜語 甚至乎 你覺得自己短小 又或者屌你 持久力不夠 基本上 一揚子 她也倒了七次 或者 神美功 倒了七次 然後 最後 最後的灌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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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打戈爾夫 你只不過是最後的批波 現在 是 你剛才之前 又有灌溉 又有灌溉 終於上到果嶺 最後 批波 你只不過是做了那個動作 而這個批波 說真的 因為你之前很興奮 她的 你又夠硬 大家這樣 吊你了 我自己鑽研過的 當然 如果你有正常的性能力 你可以 有九千一心的割養 如果不是 一順利入閘 因為她已經夠之前的前戲 不用說那麼多 各位網友 屌你了 狂衝 屌你了 600G 應該你300G 已經出了東西 她夠了 夠了 一般女人 你狂衝那一下 她也不需要你來 因為你前戲夠 她根本高潮了 已經有了 是不是 如果不是 你不是 你要向難度挑戰 就追求你女兒 心情最不好 乾真真 屌你睡覺 晚上兩點幾 你打完機 她睡了 屌哥 屌你了 屌哥 屌哥 你頭部 你屌哥 屌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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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慢慢拖,像打士徳甲那樣,瞄準,慢慢拖,拖一拖下,他會有水的,你明白嗎? 他就算是這樣,但你吃一吃一吃,他也會有水的,因為他自然反應。 你這個向南路挑戰,又去吐些毫無性慾,明早很大壓力,老闆又要早回來, 我都不讓你來,我吐你,老闆,就來,很粗魯,很痛,但慢慢很痛,因為要保護自己,身體反應要分泌液體出來,不然會受傷, 吐你,從那一刻開始,吐你去高潮,那你就見了,一高潮了,他之前對你的怨恨就沒有了,但你有沒有這樣的能力? 有沒有這樣的體能,你未必有的,要很強橫的,要保持出路,很強橫的,所以你唯有是 追心情好,性欲道,慢慢挑逗他,用語言都搞到高潮,這樣就安全一點,OK? 好了,這個呢,其實真的沒什麼好答,但既然叫做心急人這個網友, 我們在日節裡也解決了他,啤梨哥,林康正,我本身也是香港人,當然是香港人, 叫做阿Ben,咦,我正在說你的名字,叫你有沒有? 你叫做心急人,叫我心急人的,阿Ben,今年37歲,兩個月前,我在店裡認識了一個印容, 事緣我每個星期六天都會去老爸的生火檔幫忙,有一次他不會買車來茄子,主動問我, 之後見過幾次,我們都有聊天,他25歲,之後有一次,我請了去我家吃飯, 因為我很會煮東西,一上去關門,他就嘴過來,之後當然搞了, 如果以第一次,埋牙來講,他是非常主動,把口好得, 事實,沒有家庭,那次之後,他每個星期日都去我家,做愛,不跟他的同鄉玩, 那天晚上,煮飯啦,搏東西啦,之後七點半,就依依不捨地走,因為他要回Master家, 直到昨天,他問我,我跟他是什麼關係,是不是我女朋友, 其實我已經有幾年沒有拍拖,上一個拍了七年,見了家長,當然是香港女生啦, 我老爸老母都很喜歡他,不過最後我們都是分手了,因為潑湖,探了, 我媽媽還說我幹嘛不要人,這麼好女生,我想問,如果你們是我, 會不會跟這個印尼女傭一起,說真的,拖出來見到朋友,會不會被人笑死, 一定會,我沒見過在街上,有男生拖住過,印容走街, 我見過,認識了,但其實我真的幾喜歡他,如果跟他一起, 家人又肯定會不Like,我又怕他是騙錢,騙心分證那些人,雖然現在不像潑湖, 我應該怎麼算,做SP還是Girlfriend,其實他自己心目中,我想有答案的, 你怎麼看呢?有多喜歡人啊? 喜歡就去馬咯,有沒有所謂呢? 拍了拖又不等於最後結婚呢? 怎麼說呢?有些事情你真的要去考量的,我覺得, 你是不是喜歡人啊?你說你喜歡去嘛, 如果是喜歡人,其實就沒什麼好想的了, 如果你說,喂,不是啊,其實我想什麼的,反而你早點跟別人說, 我反而,我亦都覺得,你講清楚啊, 我都說,之前,阿邊哥也跟印尼妹妹, 阿邊哥? 阿邊哥,阿邊哥, 然後認識的,要跟外傭也結婚, 別人的外傭也結婚,當然, 你以為叫普遍啊? 不是啊,其實也不奇怪啊, 對不對? 我們有網友兩個是跟印尼女生結婚的, 我們有網友, 但是問題是,我覺得你不用你去過職業, 說別人笑, 人家一定有人笑, 但是,通常笑, 就笑第一眼咯, 其實你覺得是笑的, 咦? 阿邊哥和我印尼, 不是啊, 九個印尼, 你怎麼笑呢? 不是啊, 好了,但出來見到, 就沒事了, 認識了就, 喂, 我覺得你是要快點回答人咯, 你是想怎樣, 你說你喜歡人, 那你別說, 我是喜歡你的, 那你現在是我女朋友咯, 那你繼續走一下咯, 看看日後怎樣咯, 你說,喂, 其實我也喜歡你, 不過我不會什麼的, 因為我都不喜歡的, 你都告訴他, 那我繼續願意和你一起, 在這段時間就在一起咯, 如果不是, 那你要分開也沒辦法咯, 你真的不能夠拖人咯, 是吧? 但是, 暗地了, 我跟你說, Anyway, 如果你是要保住這一個, 印尼以後, 不想有什麼太大的責任呢, 你就用我剛才的方法說話說, 我將來的事情, 我真的不知道, 是吧? 但是我真的真心喜歡你, 也不是玩玩玩的, 嗯, 那如果, 但是我不能夠覺得, 我一定會給你什麼承諾, 如果你覺得不OK, 那我們就分手咯, 譬如說, 香港一個女生, 她也很孤獨, 那你在這段時間, 是不是多些跟她培養, 在博士, 我看你們不會博士很久的, 那種熱激情, 然後你也要重回生活裡面, 看那方面的溝通, 會不會OK咯, 好, 休息一會, 謝謝老闆